为了鼓励各界运用智慧科技 翻转传统教育的框架 高雄亚湾AWS云端联合创新中心 就举办了智慧教育竞赛 最后是选出八强进行决赛 前三名的创新团 这个新创团队 将有云端技术辅导 还有BenQ的教育互动触控显示器 共同来开发海外市场等丰富资源 开发了一套所谓的学习教学管理系统 给老师跟给家长用 方便老师在学校上课之前的备课 还有学生回到家里面可以做作业 无论是透过APP还是AR VR等智慧软体设介教材 让教学现场变得更活泼有趣 也可以让学生轻松自学 高雄亚湾AWS云端联合创新中心 举办智慧教育竞赛 号召南台湾教育现场开发应用 内容的新创公司与团队 以科技体验翻转教育框架 主要是以游戏的方式 让小孩子可以很轻松的去学习 不同的语言 主要是以英语为主 目前我们有五个语言的平台 包含英语 中文 西班牙 德语 法语 所以让小孩子在家里就可以很轻松的用游戏式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英语的一个学习 找到这样的Ecosystem可以让硬体软体教学方法可以结合 那找到一些机会 不管是在台湾 那我们当然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有销售 我们希望可以真正带给使用者一些好的答案 让这些使用者真的愿意应用我们的硬体或者是各位的软体或者是内容 以智慧互动教育为目标 提出基于AWS 并可以实现在大尺寸互动显示器的应用或教育内容 总奖金38万元 也提供团队技术辅导 开发资源媒合等 加值好康 希望发挥一大带小精神 提升台湾的智慧产业与国际竞争力 我们希望第一届我们就能够选出 这个 所以能够代表台湾出海的这个提供教育资源的团队 能够来进入到这个国际市场 国际的教育市场 那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把新创怎么样去结合大企业的资源 这个是我们希望在下一阶段 为新创能够媒合这样的一个大中小企业 跟新创能够共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主办单位邀请产官学与新创代表担任评审 从八强团队中选出前三名 未来将有云端技术辅导与BenQ的教育互动 触控显示器 共同开发海外市场等丰富资源 让教育科技新创团队从高雄出发 运用云端运算做全世界生意 感谢新创团 感谢新创团队